就是就是剛剛有提到說北北基陶大概現在都要維持高度警戒 因為新增個案還是蠻多的 尤其是新北這幾天都是新增最多個案的縣市 但是這個中和社區看起來已經新增不多 那其他個案大概是和哪些傳播鏈有關 謝謝 如果是新北這個部分的話 那當然他中和這邊社區篩檢站相關驗出來的個案 以及先前的確診者的接觸者都還是有 所以我們今天的那個重要群聚的列表 事實上在那裡也有呈現 那如果大家看我們那一張 事實上還有就是像新北有另外一個這個 社區的這個 親友跟校園的這個群聚 裡面有有幾間的這個國小 事實上也有這個相關的學童家長等等接觸者 這邊有陸續確診出來 那當然先前的這個 可能跟雙北這邊足跡有關 後來被通知到去採檢陽性的也有 所以目前大概是這幾條 那相對來講就是說還有另外幾個零星的 比如說跟這個 台中婚宴 或者是跟這個桃園的舞蹈教室有關的零星個案 也會算在這個裡頭 好 那我想進來大家常常在談的就是說有一些疑問的問題 那我還是建議 那有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的相關 如果大家對於這樣的一個執行的細節 還不了解 那需要跟指揮中心來澄清的 那就請儘快 行文來 我們也會儘快的來回答 那或者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透過區管 那區管裡面 我們大概每一周 指揮中心有區管中心會參加的疫情通報的會議 那地方有意見 也可以透過我們的區管來跟我們來反映 我們也盡速來回答 有很多的管道 都可以讓大家可以來詢問 而不是單純的一句說不清楚 不瞭解 無所適從 大家都要儘快把它弄了解來 那我們也開誠布公 希望跟大家能夠來做 相關有意義的討論 好 那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裡 謝謝 謝謝大家